大家好 今天我叫做KHM 中文名字要是健康 我這邊分配到的是 這本書的第七章的部分 所有的蠻材料的任務 希望可以有機會 跟大家討論一下 他一開始的時候 先給你一個假說 他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ASM 就是假設這是 A好了 這個是Neuron A 然後這是Neuron B 然後他跟A跟B之間 他們足夠的接近 然後A能夠去激發B這個Cell 那他的激發病不是那種下折 而是那種repeating perseating 就是長期的或持續性的 不斷的去激發他的時候 那這時候 他們之間就會有一些 新陳代謝啊 或者是有一些增長的情況 就是讓ASM 或者是說 讓他們之間的Synapse 之間的一些新陳代謝的反應 能夠變得更強 能夠讓A激發B 那種的效率更好 那其實這是蠻早以前 就出現的一個假說 那那個 蘇張有稍微介紹一下 他就說 HAB這個人 他原本是想要去 他原本是想要去研究 就是說 人的Neuron 就是人的腦 是怎麼影響他 會使用的 那他就去 提出這樣的一個假說 那Neuron大概是分成三塊 那就是 Cell body 然後還有 那個 ASM 就是這個最長的圖 還有Dentride Dentride 那Dentride 比較像輸入 像這個 Neuron B的部分 他就會去 從Dentride 的部分去收到一些 input的資料 那換到我們自己 比較熟悉的那種 人工的數位 Neuron的Cell的話 就是 他這邊可以接受 一些input 那 output的部分 就是利用這個 Action的方式 去傳到別的內容 那他這個就是 他整個 假說的 整個內容 那 在蘇張在介紹完 這個假說之後 他先提出一個 Linear Social Writer 他這個目的就是說 如何去應用這樣的 假說 去建立一個 Artificial Neuron Node 那 一開始的時候 是 這是一個很 其實這還是一個 蠻簡單的一個 Neuron Network 那他只有 他沒有Bias 他只有Wave 那他的Input 是一個 R乘E的一個Vector 那 P是他的Input 那 R乘E的Vector 進來之後 他這邊有S乘R 就是他有S的 Neuron 那S乘R 他最後出現 就會 他最後算出來 一個S乘E 然後 最後經過 Neuron Linear 的Dination Function 出來之後 就是 H 就是 Neuron Network 最後出現 有詞 會是一個S乘E 那 他有介紹說 這是一個 Neuron Linear 他其實是一個 Associative 的Memory 的一種 演算方法 那 這種的 這種演算方法 他其實是 Training Set 是P 然後他最後出來的 他其實是另外一個Pater 就是 他這邊可能是 R乘E的一個Vector 他最後出來的可能是 也可能是 R乘E的Vector 在這家他會把問題簡化的 他把問題還簡化的 他這個T經常就是拿P I取代 那 總之這個 Associative Action Memory 他就是 去找說 當我丟入這個Patern的Later 的時候 他出來會是另外一個Later 那 這是他的計算的式子 就是 W乘上Input 之後 他出來的 Network 然後 不能齊 然後每個齊 是什麼算 你知道 T 就是代表Tarkey的意思 就是Tarkey Pattern 對對對 Tarkey Pattern 所以這是S乘E的Vector 然後 那這跟Heaven如果有什麼關係 他其實在Heaven如果裡面 他裡面會有一個 Creesinality的 就是在突出之前 會有CM 那在那個Cenality的之後 就是突出之後 會有一個 另外一個CM 那這兩個相乘之後 再乘上一個Lending Rate 再加上他舊的一個Wade之後 會讓他是神經的Wade改變 其實我回到第一張圖的話 就是 就是 他就把這個焦點 就放在這個塊 那我就把他想成說 今天有一個Input的進來 然後這邊把它揮得出去 那 他今天這個Input 跟這個Output 之間 他這個化學變化 到底他是怎麼樣 讓他的Wade的質感變 就是說 他原本是 他原本是 假設 這個Input 然後 他的Wade可能是1 然後 然後他輸出Wade的質感之後 他的Wade可能就會變成2 還是其他的數值 就是他的Efficient其實會增長 那 他這邊其實就是 套用那個Happy Rule之後 他所設計出來一個 未能改變 未能調整的一個模式 那 因為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FI 跟GJ他們的 這個 功能會是什麼 所以他就先做一個淺化 就是 FI GJ我們就假設 都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另一個功能 然後 他的Supervised 就是 把這個Alture Value 啊 模型的速度值 把他設定成為 Target Value 那 寫成一個矩陣的形式 那我們的Rending Rate 都先設成1 就是他最簡單的一個形式 他的Maturing Spot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他那個Wade可能更新的一個做法 那這是一個Bash App的Ration 就是說 當我今天Wade值就是 我模型開始的時候 那個Wade值都是0的時候 那 我收到第一個Pattern T1 T1 那這時候他就會 用T1乘上T1 Transpose 那 T1的話 是一個 S乘1的 Vector 然後 那個T1的話 是R乘1的 T1是R乘1的Vector 然後再做Transpose 所以這邊算出來 會是一個S乘R的Vector 那這邊就是 S乘R一個矩陣 然後再加上 第二個S乘R的矩陣 全部加起來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把 T1 T1 T2 T2 TQ T3 加上不同的 T2 T3 T3 T2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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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如果用成矩正的形式的話 就是P乘上P的Transpose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模型出來的時候 它的效能是怎麼樣 那它的效能就是 我們要去看它的效能 我們就先去丟 再丟另外一個PK 這個K其實是E到Q之間的詞吧 就是原本的一些Training的 這個Training的Pattern 那我們就把它丟回去到模型裡面 看它最後出來為什麼 那我們希望它出來的Tutting 我們希望它出來的Tutting還是P 那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從上一頁我就知道 W是這樣的一個式子 那P就直接再乘上去的話 那這就有兩種情形 就是說我們的Training Set的Input Pattern 每個都是Authanormal 那Authanormal這樣沈進去展開來 我就會發現到說 只要K不等於Q的時候 它就是E 就是0 然後K等於Q等於K的時候 就是E 那所以我們只會留下一個TK 就是原本Tutting的E 所以我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這些Pattern 都是Authanormal的情況之下 那原本你在訓練的時候 你丟進去的T是什麼 然後K會 出來的T就會是什麼 出來的T就會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模型看起來就好像是說 我記錄了 當我丟入這個Pattern的時候 就會突出什麼樣的Pattern 但是它其實啊 它並沒有互相的存值 那Authanormal 那這時候去 依照這樣的算式 去算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Authan Authan在後面 那可是如果 書上也有提到說 如果我們用Heaven Rule 然後我們會發現到說 用Heaven Rule去做完這些假設 這個 引力學用Way的證明 然後我們去把這些Pattern 都丟進去去算 出來的這個Way的值啊 它出來的一個Arrow值 它會有一個Arrow值 那這樣的 那這樣的Arrow值 等一下會說明一下 這樣的Arrow值可能 在某些那個Pompomence Index下面 它可能甚至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有最好的Pompomence Index 那書上有舉一個例子啦 就是 就是回到第三張的例子 我們有兩個Pattern 一個是Apple 另外是Orange 那就是-1EE 然後這兩個 其實就它很加就是 它沒有 沒有 沒有互相存持 沒有神功能 那 第一個類別的T1 就是我們用-1代表 1代表Orange 然後 我們對它做完Normalize之後 兩個Ratter做完Normalize 那我們可以去取得它的T1 P的向量 那它提的就是-1E 所形成的一個Ratter 那的一個矩正 那P的Transpose的話 就是P1 然後第二列就是P2 算出來會是怎樣 這是它的Weight Weight Matrix 那WP1 那WP1 最後算出來的結果 它是-1.6668 然後WP2 算出來是0.6668 也就是說我們把蘋果丟進去算的時候 它雖然是一個負值 但是它不會告訴你的 它就是蘋果 就是負值 那同樣的Orange 丟進去也是一樣 你把它丟進去之後 它告訴你是一個側值 但是它不會告訴你就是真 所以它是會有一個不差的 那這時候這個客人上 它有在倒入另外一個 這是一個Performance Index 這大家應該應該都知道 就是E2A 那它的Performance Index 好 我現在有 有Q個那個 Q個全力線丟進來 那它的Performance呢 會是這樣的 它是定義成這樣 就是最小平方的 那最小平方 我們把它先用成矩正形式來 我先用矩正形式來想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Weight是打0 那我們的P1 有P1到P2 就是這邊的P1 叫PQ 這個Vector 那每Vector的長度是R 然後我們聽說有Q的嘛 那所以WQ 應該算出來要 W乘上Q 應該會等於P吧 因為這是那個 SURLIZE的意思嘛 然後 可是我們的那個 Promance Index R 我們是把它定成ListWare 所以應該就是 你真正的TAG 再減掉WP 就是 你用你的F rule 算出來WP 就是你的 類似晶網路的 那個Weight值 乘上WP 中間的AERO值 等比方 這就是我們定義的 那個 Performance Index 對 那課本上算是 它是用W乘上P等於P 可是那個T其實 不是TOP的意思 那這邊T比較接近 是Neural的Output的意思 所以我是覺得 這邊可能寫A會比較好 但是我這邊就先造 課本上的系列 那所以 這邊的WP T-WP 不要把它帶成T 這樣你會覺得 都是沒有A 對 它其實就是 這WP算出來 其實就是 Neural的Output 那其實 那個 我們在學 那個Lineaf Requestion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 用到一個 Sudo-Inverse的做考 就是會讓我們 能夠去 知道說 那個 怎樣去算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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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Inverse 那我們要 minimize這個 AERO Term 那如果 P的Inverse存在的話 那我就直接 W乘上T的Inverse 就好了嘛 因為P的Inverse 就存在啦 那這樣 W的值 我們就知道 這樣訓練就完美了 那可是有時候 我們的 P的值是不存在的 那我們這時候 就會用Sudo-Inverse P的 這個Sudo-Inverse 就是P的Transpose 讓P的 PiT 不在乎P的Transpose 對 對 好 那我們來檢驗一下 就是說 它跟Heaven如果 有什麼差別 Heaven如果告訴我們說 我們只要 Liu 就用P乘上P的Transpose 就好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 有P的 我們今天有Q個Pattern 那我們就把這個Pattern 列出來 然後 這Q個Pattern裡面 它各個的那個 它可以到底是多少 我們也把它 弄成一個矩陣 弄出來 最後兩個相成 就是我們從這個 整個類層基網路 從這Q個Pattern裡面 可以學到的Wid 那如果我們用Sudo-Inverse 我們是P乘上P的Sudo-Inverse 那這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如果P1PQ P1到PQ都是Othonormal的時候 經過這樣的預算 P的Sudo-Inverse 然後經過這樣的預算之後 因為這兩個都會是E嘛 P的Transpose乘上P 因為它們是Othonormal 那這樣算出來就是 會是 會是 那個 Identity Matrix 那這樣算出來的話 就是P的Transpose 所以 就變成就是說 你用Haven 如果跟Sudo-Inverse 如果 算出來的 其實就是 一模一樣的Wid 你會訓練到 一樣的Wid 好 我們這邊 這個Pattern在給一個例子 那 還是 這是P1 然後T1 P1 我們還是把它想成 Oranj 跟Apple跟Oranj 然後 W等於P的 P的Sudo-Inverse T乘上P的Sudo-Inverse 那 P的Sudo-Inverse 直接 它就 直接 最後算出來的是 這個樣子 然後 所以 W乘上T的Sudo-Inverse 是 然後我們就拿回去 再驗證一下 如果 WP1 它算出來的 類別就會剛好一樣 就會剛好一樣 並不是像之前那樣 會有一些 符號雖然一樣 但是 但是 它的那個 數字會不一樣的情況 之前就是 Fool的1 就有8 所以 這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如果用Sudo-Inverse 的話 我們就可以 在 Pattern之間 沒有互相 Oranormal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可以 算到 Oranj 它的Error 會得到最小 因為其實 這個意思裡面的Error 就是 就沒有Error 然後 這 書裡面還有提到 它接下來提到的是 一個 Associative Memory 那 Associative Memory 我們現在有三個Pattern 第一個是 P1 P1 它這其實就是一個圖 那這張圖就是 0 然後這張圖是1 這張圖是2 那 它這邊是一個 6乘5的一個圖 所以 它就是 6乘5的一個Grid 它是一個 30程度的Grid 那 空白的部分是 負1 然後 藍色的部分是 正1 所以它可以列出 這樣的一個 30乘以1的一個Grid 那 如果 沒有Heb Rule 就是 P1 成長 這個P1 因為 Heb Rule 它是要 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 那 那 我們 設成 是 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丟進去的 是什麼Pattern 跳出來的 所以這個P1 其實就是P1 那 從這樣去計算的話 我們最後就可以算出一個 位的值 那 那 那 這是 AE 那整個網路架構 是這樣子 那它這邊整個網路架構 一開始就是 Input 30乘以1的一個Battern 然後 這是 Ware值 那它這邊還是沒有Bias 因為 因為它的那個 這三個Pattern 它其實坐落在不同的向線 所以它其實不需要Bias 就可以去把 這三個Pattern分出來 那 因為 這 它後面 它 附註的部分 是有說到說 如果你 你 這邊不是用-1 1 而是用 0跟1的話 那你就需要Bias 因為這時候你的 那個 Pattern都會在同一個向線裡面 那這時候你就需要Bias 才能夠把這些東西算出來 我在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缺 Bias 還會已經講到這些東西 對 然後 最後的部分 它並不是用到 那個Pure Lean 裡面 它最後是用Hard Lean 因為它最後選擇 就是-1跟1 嘛 所以它是 最後的那個 的選擇就是1跟-1 之類 好 那 特張就是 給了幾個例子 例如說 我今天 因為它今天這個模型 它這類成績網路 它只學到了 能夠分辨三張圖 我丟0的時候 它就告訴你真正的原因 丟1就是要告訴你1 2 告訴你真正的2 那 如果我們今天丟入 有0的一半 就是-1 1 1 然後 它其實只有給你 一半的資訊 那 其實它還蠻厲害 它能告訴你 它最後運算出來還是一個0 然後 1也是一樣 它雖然有一半的 Pattern都被吃掉了 但是它最後還是會 告訴你整個Pattern會長什麼樣子 它還是會把原本它所學到的 那Pattern丟出來 可是 那個 百分之六七 OK 80 的Pattern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些比較奇怪的事情 那 這邊奇怪的事情就是說 我這邊給它是0的非常的散來度嗎 就是 32被我死掉了 結果它丟出來 感覺好像比較像1 這邊就是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學到對的東西 那這邊也是 1的話它就有出來 那2的話它出來還是變成1 那這個 客人上次有說 這可能後來 我不知道書章後面有沒有搶完 沒有唸到裡面 那好像是說 後來可以用那個 recovered network來寫 對 就還沒有看到 那些以後再說 然後 還有recovered reform 然後 那種就是說 我在0的地方 然後 把任七個詞的 1變0 負1變1 1變負1 所以有些負1的部分 就是 這原本 1的部分就是原本 比較藍色 它把它變白色 然後它把它丟到這個網路去 那最後還是可以算出1 那這個1也是一樣 它有些部分是 白色變藍色 有些是 白色變藍色 有些是 藍色變白色 就把它吃掉了 那最後還是可以算出 整個 可以整2的事 好 我先講 那 這個是 那個 Heavy End Learning 它有一些變形 其實 這個就最好一點 那 Base End Rule的話 就是說 我的 Wid值 我的 就是 Heavy End Rule 它其實就是 一個 Superlight Learning 這張角色 那它告訴你的 其實是一個 Wid的更新方法 那這個Wid的更新方法 其實就是 假設說 我們從生物上面 去的那些起發 當一個訊號 在那個 神經 Cinaris 神經 突出 從三個訊號 傳給下一個 神經人的時候 它如果之間 有 情緒 或是 常常 就是會有這種 激發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它的Wid值應該會增加 那 這時候 它的Base End Rule就是說 我的 那個 舊的Wid值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 新的一個 Pattern之後 它的新的值 就去做更新 那 可是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你的Pattern很多的時候 那 你的這個Wid的詞 裡面的詞 的每個Element的詞 就會變得很大 你這個曲證裡面 有些元素的詞 就會變得非常大 這應該是可以想像的吧 因為我剛剛看到 我們丟幾個Pattern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 就是T1 P1 然後TQ2 T2 T2 這樣子卡下去 那這時候 它其實就 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加一個Learning Rule 就是 加一個Alpha值 那Alpha值 就是 每次我進來的時候 我就給它打一個折 例如說Alpha值小1 1的時候 我給它0.080 那 它就變得比較小 所以它的衛生紙 就會變 被限制住 會增加那個快 還有一種方法是 它一個是Smoothing Smoothing的話就是 就是我過去的事情 給它忘記算 就是 稍微忘記一點 但忘記一點 我新的事情 自己比較清楚一點 那 Alpha值的話 還是一樣是一個 0到0之間的值 它還是進來的值 我會先給它打折一下 但是它的 會有一個Decatur 就是 它舊的一個 舊的位的值 它會讓它變小一點 那這個Gam值 是0到0之間 那最後算出來的話 就是 這個效果 就是過去的事情 會越來越忘記 那還有一個Delta Rule 那這個Delta Rule 它就是 它這個蠻有意思的 它這邊原本應該是放那個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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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乘抗T 跟Base Rule來比較的話 就是這樣 可是它今天放的不是TQ 它今天放的是TQ-AQ 就是說你模型真正 算出來的A 跟Tucky值的差值 就是Delta Rule 那這個書上有介紹 或是應該說 第十章才會講 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Delta如果它算出來的 的那個最後結果 會跟Sudo-inverse如果算出來是一樣的 那Sudo-inverse就是 一個一部登天的作法 你知道所有的Pattern之後 那你口氣算出一個Sudo-inverse matrix 然後你接下來丟進去什麼Pattern 它出來就會是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的Performance Index 是用B2A的話 那它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是一步一步更新這些Pattern 那所以它就可以 當你有新的Pattern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去學啦 就是模型的Sudo-inverse 你之後重算一遍 然後有的時候 你在算Sudo-inverse的時候 你要算P的Transpose 乘上P再乘上Inverse 那些運算量的優惠很大 所以它有這些優點 那最後是Unsure-inverse的 這個應該是地址中會在講 那這個部分是 Alpha它會小1 就是那個任意瑞 那這邊A的部分就是說 我今天丟進來的部分 就不會是你設定的Tab1 因為它是Unsure-inverse 那Unsure-inverse的部分 它只會去 有一個模型的最後的出版一詞 所以就是模型的Actual Value 所以Tab1的T是Unsure-inverse的 那所以你就採 我們就該採用這Actual的Output 來做 那個Weight Update的一個基礎 好 其實今天講很快 這邊我講一下 補充一下 這邊是Based on 所謂的Associative memory 所以Memory包含 經典的Hotfield Model 還有像那個SOM 不是SVM 是SOM SOM是 有點忘記是哪 Self Organizing Feature Map 的縮寫 那這一類神經網路模型 就像剛剛講的 它是在給一個Pattern 比如說圖進來 然後出來的圖 那基本上如果是一個正常完整的圖 出來的圖跟進來的圖 基本上是要一樣的 那這種網路的作用在什麼 就是說當你去Train 上的一個Associative memory之後 你今天比如說 你輸入一個頭像 然後你從中間看對半 你只輸入半個人點進去 它就可以抓到說 把完整的人點顯示出來 這是Associative memory她的精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這個 這個learning rate 就是在調整的時候 在調整圖的後面這一項 它是 最簡單的form形式是 輸入跟target輸出的成績 好 矩正成績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 Dividending基本上這一項都是Gradient 因為 為什麼會用Gradient 因為Gradient在算 輸入跟輸出的誤差做T度 所以它有的 這個像原本這個有的問題 就是說你直接用兩個最簡單的成績 它會變的變動很大 就每次調整它變動很大 如果這兩個值同時很大很小 所以它每次調整 就會過大 或是 就範圍就會跳很多 那就會造成 如果這個系統是比較複雜的 它就沒有辦法收斂 如果這要解決問題相對的是很複雜的 因為你位子跳很大 它本來應該 比如說我們以那個什麼 在講那個Local Me 它可能很快就越過去了 它就造成說你的training不會收斂 所以用Gradient的方法 會比今天講這種方式要更適合 因為每次只跑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調整 這邊的alpha learning rate 那現在在實務上 基本上很多的在實作上面也會跟著那個 越來越收斂的過程當中 逐步的調小你的alpha 你的learning rate 就是這樣 就是位部地就是說 它已經快要抵達那個 相對的一個最佳點的時候 這時候不要miss掉 所以我每次都只進步更小 這在實務上好像momentum這樣 momentum這樣就可以去設它的那個 縮小的比例要多少這樣子 去調那個alpha的學習率 逐步降低 那這是現在主流的作法 那這邊因為它Base上是線性的 對應記憶體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說 我今天輸入跟輸出 理想上是要一模一樣的 那我用這種模型去train出來之後 我只要給它部分的圖形 它就能顯示出正確的圖形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個模型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沒有形成主流 大家知道原因嗎 時間複雜多 不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就以後我們會學到會更複雜的網路 那以我們今天這一張看到這個網路 它其實沒有成狀的結構 就是基本上很簡單 一input了然後就output了 對呀 所以 這種association memory 它 本質上原始的模型 它是沒有 不太有那種layer的架構 所以它是shadow的network 所以它可以認的東西 相對的就弱 就像剛剛講的 它只取 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圖 來辨認 那對於這個線性模型 基本上只有一一辨識的出來 0跟2完全死小 所以它出來的圖 基本上完全 要嘛就是錯了 要嘛就是完全看不出來那什麼東西 那這一部分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十年來沒有人在這一塊大力的更衣下去 比如說結合深度的神經網路 然後一樣是做association memory 就是跟現在的主流的方法 在做類似分類器的方法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現在的方法有點 比如說我今天要顯示出原始的圖 要嘛就是用深層模型 要嘛就是 這個一個convolution 然後再upscaling 然後再deconvue 不是deconvue 它是反著做convolution 然後再回去 那其實這樣做其實是相對的複雜很多 用這種方法其實是最容易的 就 你知道我講的嘛 就現在在做法說 我今天給你一張圖 然後讓你顯示出來這張是什麼 不是告訴我它分類在哪一類 比如說 我今天攝影機攝影機 這個是咖啡杯 然後分類器的做法它可能有一千類 然後它找出來咖啡杯的機率 是最大的 所以氣龍告訴你 這是咖啡杯 這是目前classified的典型做法 用 不管是用 Martin layer的Satron 還是convolution deep convolution 基本上都是這樣做法 可是今天如果 我要你咖啡杯進來 然後秀一張咖啡杯的 它可能不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辨認出來就是咖啡杯的 所以它顯示出一張咖啡杯的 它這個做法就是在剪這個 或是我一張咖啡杯 我只給它上半身 我只拍一半 那它也要可以辨識出來就是咖啡杯 這是 這是associated marry 它的精神 跟現在 那個比較 的做法是不太 現在的做法 有一點 如果只是這簡單的 只是要秀正確的圖案 我感覺有點 太複雜了 不管是用gank gank gank是最 popular 那基本上 generated model的方法不只gank gank可能是 數學上最簡單的方式來做 你說的那個方式的話 那autoencoder也是 autoencoder其實跟這個很像 對 但是autoencoder最早的精神 不是用來做這個 autoencoder它基本上最早的精神 是用來學 內部的它的所謂的regulant learning 就是學它內部的 它等於說經過一個 維度的壓縮之後 它還可以代表原本的它的feature 然後把它學起來 所以它是比較像像 superified learning 而不是這種 針對associated memory的一種應用模型 它這種應用模型就是 你塗進來 它也是塗出去 那在training的時候 就是基本上 都是比較正常的圖形 或是特別加一些有noise 避免它overfitting 但實際上 就跟superified learning 跟train法是一樣的 你會用很多正確的圖 然後高度拉 怎樣 還是讓它最後收斂了 就是收斂之後 一張圖進去 出來就是一樣的圖 那train完之後 我給它不完整的圖 它基本上就要 理論上正確就是要秀出完整圖 就是associated memory 這種類型的model 它的基本精神 如果把這個想回到 這個邊論 你如果 參數的一開始 你學的時候 我是用osanormal 譬如說你的weight 那個train本身 是osanormal 你覺得這樣會有 像今天講 它就 就 指出說 它 不是在 在大部分的情況 都是有問題 因為你要求那個 反矩正 就是你的矩正的 那 負一 中文就叫反矩正 inverse matrix 在數學上是很難的 對 所以它才用那個 seudo inverse 來做 但是 它網路 就是說 今天講的 這是一個基本上 linear的network 可是這個網路 因為到目前為止 以前 那可能有一些 這十年比較新建的研究 因為它不是主流 所以研究的很少 所以這邊的突破 相對的就慢 因為研究的很少 沒有 如果不是方正的話 本來也沒有反矩正 所以才要反矩正 所以才要反矩正 是 這個 這個應該 因為不是方正 根本不能去反矩 對啊 然後 OK OK 好 它不是方正也可以反矩正 用sudo 你剛剛不是說 它沒有去研究說多層 layer嗎 可是我覺得 auto encoder其實就是這個 多層 layer 因為它不是一層一層 後來又變回自己 然後中間那幾層的時候 就是去學 順便去學representation 但是 你基本上 後來 比如說 出現了 加上統計區域概念的 variation auto encoder 它其實是用在generate model 就是類似像game這樣 那 它可以做到 今天講的同樣的做法 它只是說 它是用生成模型的方式來做 那 我個人只是說 如果只是單純去應用 去說 我邊邊顯示出來 我去辨識什麼 那 這一種做法 如果它 這個在未來 比如說 加深 那 看到一些問題 它可以克服的話 這一種形式的模型 可能是更fit這樣的應用 而不是用 深層模型的方法 包含用VAE 沒有 我剛剛說 也不是深層模型 也不是VAE 是單純就是 我 我用onsupervised的方式 去change這個 auto encoder而已 就只是這樣子 後面的章傑 我們會 比較學經典的幾個 associate memory 它其實都是onsupervised 對 那後面幾個就是像這樣 Eater 有沒有做0分選 就是這邊都沒有0分選 沒有 今天這只是 因為比較簡單的例子 因為它做線性的 我其實它目標不是 要回復腹肌 它比較像是每一張圖 你就給它一個對應的答案圖 它其實目標 也未必是要回復腹肌的 可是它在 它在 那就是說 我給100張圖 然後每一張圖 我就給它定一個 它該是什麼樣的答案圖 因為我了解的 auto encoder 並不是要做到 輸入跟輸入一樣 這樣這個auto encoder 就沒有用 它是要很接近 然後要學到 這圖的特徵 這是auto encoder 它主要的目的 那 associate memory 就是進來跟出來的 理論上要一樣 最理想的狀況是要一樣 可是它們定義一樣 都是用那個 min square error 去定義一樣 沒有 這是今天這張 這個 這個只是說 你在求 比如說我們用 deep learning的 term來講 比如說你在定義 如何定義的 loss function 那 min square error 既然是最簡單 然後 deep learning就是 min square error 從 output min square error 然後做 backup location 就是 反向的 那個 一階微分 就 output的 那個 min square error 然後 對於 下 output 做 規定 然後 output再對位置 做規定 這樣一層一層 這是現在 deep learning 最classical的方法 但是你 就像我們在求 60 function 我們也可以不用 min square error 我們可以做 coast entry 比如說做so max 我們都用 coast entry 也就 其實就 等於 care of divergence 在數學上 可能叫care of divergence 比較多 那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最近在看 paper 它有用到 attention 那 它也有 loss function 也有 attention機制來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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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基本上我的看法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 不表示我一定是正確的 我認為那個 只是說 min square error 就是說你怎麼去定義 你的loss function 要怎麼注意 比如說你在求 在修 在 優化你的那個 weight的那個 權重調整 跟biased的時候 你那個 後面那一項 那個 delta項 你要怎麼做 那有沒有問題 好 好 沒有問題 我們謝謝今天演出獎